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新疆雅剧 我是亚兰 我们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了 朝鲜 琉球 以及越南和中国文化的一些渊源 其中包括服饰文化 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几个国家呢 朝鲜 琉球 越南 包括日本 它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 也就是说 历史上它们曾经说汉语并且穿汉服 比如说到现在 韩服 韩和汉服非常的相像 而琉球的历代国王 它们都身穿汉服 而历史上 越南的国王和官员 它们也穿汉服 那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它们都穿汉服呢 因为在古代 服饰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可能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句话 说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成下 有服装之美 为之华 也就是说 因为有礼仪和服饰文化 中国被称为华夏 所以古代衣冠和服饰常常用来代制文明 而中国数千年的衣冠文明 也成为华夏和蛮夷 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准之一 那么为什么华夏的服饰这么深受推崇呢 因为中国曾被称为神州大地 这里的文化被称为神传文化 也就是说 这是神传给人的文化 而中国自古就被称为天朝 一朝天子 一朝臣 不同的天国世界众生下世转生成人 于是创造了中国不同朝代的繁荣和辉煌 同时呢 神也把天国的一些文化 包括服饰传给人 所以说就成就了中华的神传文化 以及丰富的汉服 所以说在中国传统的服饰当中 体现着人和神的联系 比如说唐朝的很多服饰就非常类似于敦煌飞天的服饰 再比如呢 像《红楼梦》里边 薛宝钗和贾宝玉他们脖子上经常会带一个项圈 这就是樱落 樱落就是用珍珠和金银这样穿成的一种首饰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项链 但是它却比项链更加的繁复和华丽 我们可能从很多古画当中看到 很多神佛和菩萨他们的脖子上都带着樱落 而很多佛经当中也描述过樱落 说樱落是用世间的珍宝来做成的 用来庄严自身 还有呢 中国文化里边 女性有种首饰叫做臂串 现在的人们都戴在手腕上 称为是首串或者是首链 比如说像这种啊 就是十六时首链 这红的是十六时 绿的是绿松式 现在人们戴在手腕上非常正常 但是在古代呢 人们不仅戴在手腕上 而且戴在手臂上 所以称为是臂串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古画当中啊 菩萨的手臂上都戴着臂串等等 所以从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传统的这些服饰呢 也折射了曾经的神佛他们的一些服饰元素 正是因为中国神传文化来造就了中国传统的服饰 所以就注定了这些服饰当中呢 蕴含深意 比如说皇帝和官员最高的礼服称为免服 身着免服呢 主要是参加一些祭祀的场合 比如说呢 祭祀上天 像我们现在知道北京有天坛 那就是古代祭天的 还有呢 像祭祀一些山川河流等等 因为古人认为呢 自然界当中的万物 都是由不同的神明来掌管的 所以说他们就会在不同的日子里 来祭祀不同的神明 比如说呢 在立春的这一天 天子会穿着青色的礼服到东郊去迎接春神 到了立夏的这一天 天子会穿着红色的礼服到南郊去迎接夏神 到了立秋的这一天 天子会穿着白色的礼服到西郊去迎接秋神 到了立冬的这一天 天子会穿着黑色的礼服到北郊去迎接东神 这缅符的颜色形质呢 它也处处体现了天人合衣 比如说呢 缅符的颜色是悬衣 薰肠 也就是说呢 它的上衣是黑色的 而下肠呢 是薰色的 薰呢 是一种红黄色 为什么缅符要用这两种颜色呢 在签字文里边说 天地悬黄 也就是说天呢 是黑的 地是黄的 很多人可能觉得 天空不是蓝色的吗 古人很有智慧 他认为天是蓝的 那是太阳出现之后的颜色 而在太阳出现之前 天空是黑色的 那才是天空原本的颜色 所以古人认为呢 天空是黑色的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 大地呈现一种红黄色 这便是薰色 所以说 缅符上的颜色用到了自然界当中 天空和大地的颜色 也就是悬衣熏长 还有缅符上的图案也深具含义 在皇帝和大臣身穿的缅符上 还有很多图案 这些图案呢 每一个为一张 最多有十二张 它是皇帝所穿的 而十二章文呢 由来已久 比如说在上书里面就记载 顺呢 对大禹说 与玉冠古人之相 日月星辰 山龙华虫做慧 棕仪枣火 粉米斧斧做秀 那么这十二种张文有什么意思呢 这日呢 指的是太阳啊 月呢 指的是月亮 星呢 就是指天上的星宿 日月星辰代表着自然界当中的三光照耀 也象征着人间的帝王 要像自然界当中的日月星辰一样 普照四方 带领百姓走向光明 在隋朝的时候呢 把日月分别列在双肩 而星辰呢 列于背后 所以呢 从此帝王尖挑日月 背负星辰 而山 代表着帝王的性格很稳重 象征帝王治理四方水土 为人所敬仰 龙象征着帝王善于审视度势 妥善地处理国家大事 而华虫呢 它是一种鸟 这种鸟的羽毛非常的华美 象征着帝王文才斐然 松仪是古代祭祀的一种器物 象征帝王呢 有忠孝的美德 而枣呢 就是水枣 象征着帝王品行很高尚 冰清郁节 火就是火焰 象征着帝王处理政务 光明磊落 而粉米呢 就是白米 象征着帝王呢 能够滋养人民 安邦治国 重视农丧 斧呢 是一个斧头的形状 象征着帝王做事干练很果干 而斧呢 代表着帝王能够明辨是非 被恶向善 所以说 天子身上的这十二章文 代表着天下至善的一种美德 而缅符上面的十二章文呢 从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一直延续到清朝 成为帝王的一种标志 十二章缅符呢 不仅是在中国使用 而且呢 中原王朝还赏赐给朝鲜九章缅符 除了皇帝官员的免符呢 百姓当中常见的汉符形制有身衣 上衣呢 用布四符 象征着一年四季 下长 用布十二符 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 虽说人们的生活起居呢 也顺应着四十十二月 在《礼记》里边单独有一篇写身衣 说身衣的形制呢 是绣缘以归 交灵成句 绣口缘 代表着天缘 而领字的角度代表着地方 背上一条缝 上下通直如绳子一般 代表着正直和公正 下棋如秤 表起权衡 安置以平心 所以说 在衣符当中 它也体现了自然的天道圆容 也把做人的这些规矩 处世的公平正义 君子的励志修心 很多的理想蕴含在一件衣符当中 而汉符的形制呢 其中一个基本款式 就是上下两件分开 叫做上衣下长 为什么这样呢 在意境当中说 皇帝垂衣长 而天下智 盖取乾坤 上衣下长呢 也就是意味着阴阳两仪 代表着乾坤天地 还有一些汉符的形制上 通常是交领右刃 也就是说呢 左边的领字 放在右边的衣领上面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文化里讲阴阳 认为呢 左代表阳 右代表阴 而左在上 右在下呢 代表着阳气 压过了阴气 这是给活人穿的 反正呢 如果说 左面在下 右面在上 也就是说 一压过了阳 这是给死人穿的 通常是兽衣 那么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服饰 这样深具内涵呢 在神传文化当中呢 神传给人的文化里 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满足日常的生活起居 也蕴含着神留给人的道路 认为人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而生活 比如说天子和官员呢 身穿免服 这上面的张纹就会时时提醒他们 要像上面张纹的内涵一样 来造福百姓 如果说身穿真衣 而背上的背奉通知中正 就提醒自己为人处事 要公平正义等等 传统的汉服穿着和礼仪也密切相关 比如说呢 越隆重的场合 这个礼服就越繁杂 越不方便 因此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比如说皇帝和皇后 头上戴着那个冠冕都非常的重 上面有很多的珠玉 当人们头上戴着这么厚重的冠冕的时候 自然会知道 头戎直 目戎端 也就是说 头要保持着正直 不能够东倒西歪 目光要保持着端正 不能够左顾右盼 还有呢 汉服是广袖清书 它的衣袖都非常的宽大 这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手戎公 也就是说 手你要安放有位 所以说在古代呢 女子的见面礼当中 有脸刃礼 有道万福等等 这些呢 都是一些举手非常恭敬的礼节 古人会在衣服上配一块玉 一方面呢 是彼得于玉 也就是说呢 自己的品行要像玉那样 而另一方面呢 佩戴玉的时候 也是提醒人在走路的时候 要不虚不及 因为在走路 步伐很从容的时候 这个玉石之间呢 便会发出非常有节奏的 叮叮当当 很清脆的声音 而如果步伐非常的慌乱的时候 玉石所发出来的声音也非常的慌乱 所以这就是中国传统服饰当中所蕴含的 对人自身的修养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关于中国的文化还有哪些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